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热到不行的房市当中最近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数 那就是从7月开始 听说很多要买房子或是预售屋要交屋的人要办贷款 他就发现说这个贷款好像越来越难办 然后有的银行会直接说不收件 然后有的是说要排队等拨款 然后一排就可能排个一两个月 然后也有人说就是说要跑好几家银行 甚至要去农会才找得到那个贷款 然后听说给的利率还很高 本来可能就是如果新清安的话是一点多 然后就是首购有二点出筒 然后现在听说有的说开到三 然后原来就是说好像就我们中央银行 有找各家银行去喝咖啡 说要严格执行银行法的规定 房贷不能超过银行手中资金的三成 所以最近市场上大家都在猜测说 这个央行这个所谓的现代令 一下来到底会不会让原本热到不行的房市 稍微降温 或者说下半年的房价可能会有一点调整 所以我们这里要先请赖教授 帮我们讲一个比较粗暴一点的答案 会吗 不叫粗暴来应该这么说 其实我个人希望这样的一个政策 是有影响的 但是实际上根据过往的经验 现代令其实影响有限 因为影响房地产主要是来自于利率 那这个从过去的历史的验证 几乎只要利率一条洞 大概市场马上降温 但如果是贷款成数的高低 消费者总会有管道 就如同大概过去的一个礼拜 有各家媒体都告诉你说 你可以去找农会 你可以去跟这个人寿公司借 那当然你还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管道 搞不好就是你的父母 所以呢 这个房贷的一个方式有很多种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下半年的房税 会不会降温 我觉得影响有限 那我们观察在中国大陆 大概在两年前 2022的时候上百年 他们也认为房地产都不会降 但是他们发生问题 其实他们贷款也都很难 但他们发生问题是因为 有两家国际级的那种上市的 这个建策公司发生了问题 所以才会造致他们硬着陆 还不是软着陆 他们是硬着陆就棒下来 那我觉得台湾要让他下来 降温大概只能仰赖于其他的政策 其中关键之一是利率 即使现在可能会到3% 但是你知道美国现在的房贷利率多少吗 6.64 6点多 6.46 所以还是差很多 在美国 只有人家一半不到 你看我们如果二是三分之一 如果是三 也不过差二分之一 所以这就是 现在我看起来很多人在提的建言或什么的 我觉得那个有点点就是 这个夸大了一些状况 事实上其实周边 我听说就是有一些有买房需求的民众 都进入了一个比较观望 或者说期待的态度 有些人说 就是观望就是说 本来房价就已经有够贵了 然后这下会不会贷不到钱 然后可能会需要 像刚赖教授讲的 就是说他可能要准备比较多的自备款 然后就可能去得找人借钱 找父母借钱 然后有人是觉得说 可能会不会现在会多一些议价空间 赖教授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 就是说这个央行现代令一下 到底他影响的族群是哪些人 会不会本来要打炒房 然后结果去影响到说 要买自用住宅的人 我想应该这么说 买自用住宅的人 其实我觉得这就好像 他们并不像炒房客 或是这些投资人 很清楚银行的运作方式 当你人生第一次购买房子的时候 你去跟银行才开始接触贷款 这是错误的逻辑 过去我常跟很多人建议说 如果你这辈子会买一间房 应该就建立起 你跟银行之间的一个管道跟信用 而不是等你需要贷款的时候 才去找银行 银行这个机构很特殊 它喜欢看信用 它喜欢看你的所得的一个状态 如果你是一个所得不稳定 然后你的工作的样态呢 是非常的收入有特殊状况 或很低的人 基本上银行对这样的客户 就算你是自由 你也接不到钱 但是如果你像公教人员 或是说他是台积电的员工 然后呢你会发现银行会捧着 这个贷款 就算有现代力 它也会把它列为这个叫做平等 我们一般叫做信用平等 贷款的时候有一个所谓的信用平等 这个时候的信用平等很前面 即使在现在这种现代令的状况之下 这种情况还会再出现吗 你说银行捧着钱来 请你贷款的状况 当然 我说过啦 银行现代令 现在的问题是出在于 他们的水位已经到达 国家法令规定 银行发力头72条的命令规定 这个它必须要去冻结的 但是每年会有人还款 就是有人20年到了 30年到了 40年到了 他到了以后呢 他就水就跑出来 就是一进一出这样子 对对 不是说你借了钱永远都不用还银行 然后银行借了你以后 那笔钱就永远不动 不是的 当你20年 我们都很希望说 赶快把银行的钱还完 然后就不再一身轻 但是如果你借的是20年到期的话 那银行就可以给下一个客人 现在比较我觉得 有点点一窝蜂的概念 就是大家都集中在这个7月8月 在看这件事情 事实上银行现在比较为难的地方是 第一个 国家的一个银行 不是只有给房子买卖 国家的银行 不管什么银行 都是因为我们产业的需要 比如说他生产机密机械的 他生产螺丝帽的 他生产脚踏车轮胎等等的 他都需要去跟银行借钱 那借钱的时候是要有流动 那我如果把所有的钱都流到房地产 这个国家的经济不会好 所以我们常说笨蛋 问题在经济 所以经济好 大家收入高 你自然有足够的能力去买房 可是如果大家都把钱去投资房地产 这是一个内需型的市场 台湾是一个海岛国家 要去跟国外做生意 要贪钱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金融机构体系 他对于这个借钱这件事情 他必须要做分流管制 就像我说 我们的所得 我不可能把我赚100块钱 全部放在做住宅 我还是要吃喝玩乐吧 那要吃喝玩乐的时候 我的钱就要分配 所以我们才会有333的法则 就是三分之一到房贷去 三分之一呢 留着这个吃饭用的 三分之一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行的 或者其他的杂志开销 那年纪大的人 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 有健康医疗的资助要多一点 所以有关这个现代力影响 我觉得 其实是口袋真的不深的人 但是我也必须要讲一个 比较务实的话 就是说 当你口袋都不深的时候 你为什么想要买房 你是真的自己要住 还是说你想跟人家一样去炒房 只是你的对外的说法都说 我当然是自己住啊 我不是炒房啊 但真的吗 这个就是新轻啊 为什么会被人家攻击 你有开始有人去炒了 搞了半天 或者是买来租人家 或者搞了半天 你不是自己住 你是想说等五年之后转卖 那我当然要现在就要出手 因为新轻安政策 当时公布的时候说 五年的宽限期 所以呢 变成是去年公布到现在 你今年没办法说 我那个政策不要了 这个是国家 就是面对一个国家政策的时候 他公布了就公布了 不能说我又收回来 除非换政党有可能 不换政党基本上 情况不太可能 不过刚刚教授已经 其实已经提到这个新轻安的状况 我们干脆这里先回顾一下 就是说最近几年 政府寄出的这些打炒房的措施 就是说我们从2021年 当时是房地合一2.0 那就是针对这个短期交易 要克重税 然后之后2023年呢 有平均地权条例 就是禁止预售屋啊 新城屋的这个换约转售 那那时候市场真的好像 是稍微有受到一些影响啦 房市有稍微冷一点点 不管是房价指数啊 或是成交量指数都有稍微下跌 但是到这个2023年的8月呢 就是刚刚教授提到了这个 新轻安政策上路了 当时2023年的8月 就是财政部推出这个新轻安政策 然后就是当时的政策是说 可以有宽限期5年 然后可以带到1000万 然后而且是不限年龄 都可以来生贷 所以就是不管是 就是造成说 真的年轻人想要买房 或是可能有 类似刚刚教授讲到说 这种有没有想炒房的人 就是突然进场 然后结果其实说要自住 然后就是拿来出租 然后或者是说我们不管 不知道有没有真的 有中间有人用人头户啦 然后就是从去年一直到今年 去年8月推出后到今年 整个房市真的是热到不行 然后第二季啊 就是我看那个全国房价指数 国泰的那个全国房价指数 它已经是历史新高了 所以我想问赖教授啊 大家就会想说 每次政府都说要打炒房啊 然后结果稍微有点下来 然后又推出一个新轻安 在这边煽风点火 然后把房市越打越热 那这次搞出一个现代令 那对于这种意志炒作 真的会有用吗 我们应该这么说好了 其实过去我们不管是平均地权条例 或是所有的囤房税2.0 或是所有的社会住宅的 不断加码供给 住宅租金补贴等等的国家政策 其实我们很开心的是 在2022的下半年 我们看到了曙光的效果 那去年呢 或许是基于因为你选举的关系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叫做青年政策 因为太多的青年在讲这些话 青年的优点是什么 它呢是一个键盘侠 它会在网络上去发表它的意见 这个跟老年人不太一样 那上班族也是一样 但是这个就是反映一件事情 是他们的这种带流量 他们带网络的这种做法 究竟是不是应该要去提供 给他一个叫做新秦安的政策 就是从800万到1000万 然后再加上五年宽限期 所以五年宽限期代表什么 你现在只要讲一万多块 五年之后呢 啪 跳回到原来的水准四五万块 那所以就一个年轻人来说 我们应该看他的基本所得 他的基本所得可能在五年内 从两万七变成这叫做 假设不吃不喝好了 通通拿去缴房贷 你要拿出四五万去缴房贷 可能吗 我们国家加薪的速度 不是这么快的 我们的产业也没办法 这样子加薪加两倍 我讲的是不吃不喝 这还不含说 如果他还有吃喝 我刚刚说过三分之一 那代表一件事情 如果你的房贷要还到四万五万 甚至更高的时候 你必须要收入十万以上 这样的工作 五年之内你要坐上协理的位置 五年之内呢 你也要坐到政府部门的科长级的位置 科长还没那么高 所以这种情况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在这样的政策 牛肉端出来的时候 看起来好像要解决年轻人的问题 实际上没有 但是问题是 为什么大家要硬推 我说过了 因为这个国家真的很希望 留住人才 照顾年轻人 这个我们都理解 但是我们不希望年轻人躺平 所以去年给了这个方案之后 结果是什么 真正的都是年轻人变成父母的一个 所谓的炒房工具 因为要算过了 我一个月薪水呢 假设两万起我十二个月 一年赚不过四五十万 但是我如果一个房子五年后 我可以赚五十万 这个等同就是他的年终奖金几年的 一点五个月 一个月三万块不多 四万五 他五年如果赚五十万 他觉得划算 所以会不会进场 这跟股票那个00940的概念一样 一堆人就抢劲了 但是后来00940 那是因为股票市场 他有波动 那我们房地产市场 他有一个叫做地盐效果 就是会比较缓慢的去调整期 因为他盖房子两三年 所以大家都在等着说 不是今年下半年 是等这个 就是五年到了 宽顺期到了 我们就等着看这一群 但这群年轻人就在赌一把 是什么 五年之后呢 我的五百万房子变六百万 就六百就好了 我就赚了一百万 那叫做这个问题就是 你看现在又来一个现代令 就是说大家都会觉得说 对市场投下一个可能变化球 那到时候五年真的 房屋会涨吗 然后其实市场上也有人说 可能五年宽限期之后 很多人钱缴不出来啊 就是到时候 房子一定会被法拍 所以到时候供给量变大 然后再加上 我们刚刚其实前面讲那个 房地合一的2.0 它其实也是有五年的 闭锁期嘛 你2021开始实施 然后五年后 它税率就会降低 所以五年闭锁期 算一算就是2026年 到时候也可能很多 买房子的人就释出了 到时候五年后还真的 房子 房市还会像现在这么热吗 这是一个问号 所以再加上这个现代力的状况 是不是会到时候会让房价 有可能就不再上涨 甚至下跌 赖教授可以帮我们 就是建议一下 现在民众是不是应该可以 稍微有点期待说 到时候房价会下跌 我们不要现在急着要进场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鼓励民众说 你真的需要房子 你就去买 然后这个国家其实 不是不一定是新清安 各大行库其实都有提供这个 首购的这个贷款的优惠 然后我们公教人员也有 公教人员贷款优惠 各式各样的贷款优惠 其实还蛮多的 但是问题是 我觉得如果纯粹只是投资炒作 我想从中央到地方 没有人愿意去看到这样的现象 那现在的问题来了 为什么这一次会有现代力 因为央行一定要踩刹车 但央行为什么不是用这个利率调高 原因就在说 该调高的那个年代 他错过了 现在人家国际都要调降了 国际上你知道已经高到8% 我们台湾不动如山就2% 所以油资当然就流来流去的这个画面 但是现在美国股市决定要降息 意思他们要从6点多降到5点多 跟台湾还是只有2点多 所以除非我们的国家要调整利率 他就会立刻的降温 如果纯粹只是贷款 他降温不了 但是问题是 降不了温会有一个下场 就是您刚刚所说的 不管是新清安房利合一 所以通通在2026 那2026就变成是一个很吊诡的年 但2026会有一个什么现象 我想如果懂政治的人就知道 2026个县市选举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会避而不谈 所以还是想办法会维持住一个水准就对了 但是这也就是央行如果要处理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都很多人一定会问说 那去年为什么会让他新清安上路 本来去年降温了 我想这个是内政部跟财政部的问题 我就不方便多说了 财政部不可能自己说我推错了 然后内政部说我也没办法 行政院拍板定案 所以其实有时候跨部会之间的合作 跟跨部会之间的商量真的很重要 您刚所提的平均地权条例 房地合一是2.0 这个都来自于内政部 但是新清安这个是属于财政部 金融局金管会监管的 是属于财政部的 他们是不同的部会的 不同部会之间 这个是民众不懂的 民众只管 都是建户啦 都无关 所以我们现在只好去踩刹车 所以我觉得央行这次现代力 我真的觉得各大媒体狂骂 这是不对的 他一定要踩刹车 你不能到2026急刹嘛 我们一般刹车最好的方法 就是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 那我们本来是寄望于说 当全球的利率调上来的时候 我们央行能够上来一点 但央行就是考虑到 台湾的诸多问题 所以就没有去做这个事情 那没有做这个事情好 现在你要说从利率面 就算我们今天到三 真的跟国际盘面比 还是低的 但是有一个 我们台湾必须要去留意的 当我们的对岸 出现了房地产的萧条 导致整个国家经济的严重衰退 这股风潮 以两岸之间 虽然看起来不往来 但钱是留的 家人之间也是互动的 这个会很危险 所以我才说 央行要踩刹车 非常重要 那央行踩刹车 今年是2024 还有2025 然后才会来到2026 所以他应该要端出 一个政策的牛肉 去想 我2025要怎么踩 我到2026的时候 当所有的预收也交污了 当所有的这个 五年期到的中股 也跑出来的时候 因为预收 不会受到现代令的影响 所以最近很多媒体都告诉你说 那你不要买中股 你去买预收就好了 这个方式是不对的 问题到了2026的时候 中股也丢出来啦 预收也丢出来啦 那大家为了节税 通通丢出来了 那这个市场还得了 所以我常跟我的学生 常跟很多的 这个消费者讲 买房子要想一件事情 不是买 而是要懂得怎么下车 就跟买股票一样 你买追高追低都可以 但是问题要卖得掉 你如果卖不掉 事实上你现在所幻想的 赚50万赚100万赚多少 都是空的 所以我们就希望回归到自助面 所以赖教授 您的意思是说 等到2026再上车 会比较好一点 是这个意思吗 不 随时都可以上车 只要你是自助 但是没有人承认自己是自助 因为台湾人的心里头 永远希望 我房子除了要住 还要赚钱 当然很多自助的民众 他可能出发点 也是希望房子可以保值啦 那但是这种状况之下 刚刚其实有提到 就是2026会有很多变数嘛 然后如果到时候 大家面对的是一个房市崩 我没有讲那么 不要讲到那么严重 就是整个房市 大幅下跌的状况的时候 大家可能就会觉得 没有办法承受啊 所以这个时候 就会很麻烦耶 我说过2026 我们又有选举 台湾是一个 很喜欢选举的国家耶 然后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要 所以这个时候 2024跟2025 是最好处理的时间点 因为我们要 让他慢慢的刹下来 刹车刹下来 那我刚刚也提出了方案 我说过了 过去我们这个国家 在对于房价的监控的时候 其实我们召开过 所有的全国的什么什么的 那但是问题是 我们这一次 并没有召开这种全国性的 就是有关这个住房政策 全国性的这个 我们叫打房 还是这个抑制房价的一个政策 或是所谓的房价的监控 监力小组 那央行内部其实一定有 那央行内部有 所以他们现在提出来一个 叫现代利益 30几家的银行聊天 希望你们把钱借贷给产业 不要通通借给房地产 这都是对的 那央行会有下一个痛苦的问题是 国际要降息 我们怎么办 我们的利率不能再降 我们利率只要一降 房地产会热 所以利率要往上走才对啊 可是问题是国际的盘面 所以该升值的时候不升值 现在就面临的下一个痛苦期了 除非我们要跟国际上不一样 就是人家降息我们升息 因为人家的还是六点多 我们呢只有二点多 这个就是央行会面对到的 一个大问题 至于2026 不能等到2026 我说过了 2024 2025就要缓降 缓刹车 缓刹车 但是我们现在很不太愿意听到的是 因为现代力 然后鼓励民众去买预售屋 预售屋一样啊 几年之后 难道房子不会交给你吗 交到你手上 你还是要付贷款呢 所以我常常劝人家 要买房子之前 永远要去想一件事 你将来能不能缴得起房贷 你的收入稳不稳定 然后第二个 你一定要去想 你的生活的安排 究竟是要住什么样的房子 或许你不喜欢租赁 但是问题是 你跟父母住有什么不可 那当然唯一的一点是 你认为跟父母住呢 太辛苦了 被约制被管 那这个问题是房子的问题吗 不是 是社会学的问题 所以我们常常把社会学 经济学跟房地产学 通通混在一块 不对的 这些各自不同的 要处理的议题 对 确实啦 就是其实从刚提到现在 就是关于房价 这几年来一直涨这件事 真的是很多 台湾民众心中的痛啦 然后其实像我们独立特派员 每次只要做到 这个房价政策相关的议题 都会点月率 冲得非常高 然后很多观众 都会来热烈讨论 然后你看像我们 上个礼拜播一集啊 到现在就是留言 都已经几百个 确实从留言里面 就可以反映出 就是大家对于 居住正义的这个渴望 那我们也希望 就是透过我们 一次一次的这个讨论 然后无非是希望 给民众一些参考 然后也希望政府 可以听到我们学界 还有民间对于这个 意志炒房的 这些因切的建议 希望以后这个部会之间 可以多一些协调 不要政策 自己在这边打自己 今天非常谢谢 赖教授来做 这么深入的分析 谢谢教授 谢谢 谢谢 谢谢正如的邀请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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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